Zillow其实他Zillow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对吧 对房地产这个有兴趣的人可能都知道Zillow Redfin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网站 Zillow一直以来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房源的一个平台吧 对吧他给这个 一些realtor和这个卖房或者买房的人 给大家建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他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这个他呃有有贷款业务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贷款 机构在Zillow上面做广告跟他们合作等等 包括一些这个有些地方 还有一些这个房屋检查等等等等这些 嗯就简单来说 Zillow本来是一个it公司嘛 啊是一个it公司做这个房产 是方面的这些呃资源共享这种平台类的呃生意 但是Zillow在这个2019年底呢 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 就他们的一个呃business的一个line吧 就是推出一个这个一个新的分支叫做Zillow offers啊 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呃用现金来买房 可能是买那些稍微有些问题的房子啊 然后这个呃再稍微修一下啊 然后再再一个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他们赚这个赚这个钱 实际上就是就是flipping嘛啊 就是旧房分心对吧 就是我我我们大家通常一双就这个这个这个旧房分心 那其实Zillow呢也不是说呃第一家这种大机构来做啊 其实像其他也有很多这个竞争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offerpad啊 比如说什么knock啊 比如说这个redfin也有相应的啊 redfin的那个cash offer叫叫redfinnow吧好像啊 就在因为这比较巧的是Zillow跟这个redfin这两家公司 总部都在下图啊啊 所以我就对他们也也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吧 啊然后Zillow从19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0月份啊 大概就是两年左右吧 两年左右两年左右 然后这个就是10月份就前几天吧 大概10天之前啊2号的时候 突然这个CEO出来呃 发了一个这个呃相当于一个通告吧 就是说Zillow这个offer的业务就要暂停了 他们说应该是暂停 没说彻底退出 就是暂停 就是他们不买了啊 不再新买这个房子 那给出的理由也也也也很有意思啊 当然他们的这个CEO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他们买的这个啊 呃房子太多了 现在处处理不了啊 人数不够 嗯 其实就是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说辞吗 就真正业内的人或者你稍微了解一下 就就知道 就这这就是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 实际上肯定是有 就是他们肯定是整个运营运营的不是太好啊 啊 然后他们现在手上有一万八千多套房子就准备都卖掉了啊 我看有新闻说有有五千七千的好像是大概是七千套房子吧 打包准备卖一个卖给一个那种啊就是那种比较大的基金啊 然后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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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一些这个渠道来说说这个Zillow现在目前手上持有的这些房子呢 大概有90%左右啊是在水下的啊在水下就是说他们卖了是要赔钱的啊就他们他们买 买金的价格加上他们修的价格啊最后不如卖价啊 然后预计他们这么多房子都卖掉的话大概是要亏这个500个Million就是差不多是五亿吧啊五亿美金 嗯 CEO也说他们准准备这个财员啊 财2000人大概是整个Zillow员工的这个25%啊最多可能总共是七八千人那样的 所以所以所以来说这对于Zillow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这个一个事件嘛啊 我觉得当天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呃Zillow的股价就跌了百分之十几呃 但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金融公司像刚才说那个offerpad啊或者是这个redfin的那个redfinnow 就也马上这个出来说说啊我们还要继续买我们不买啊就怕担担担心受他们这个受受这个退出这个牵连嘛啊 挺有意思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到底Zillow为什么会会这个这个事没做好呢 各个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像Zillow他们自己说就是不止走得太快了嘛 这个房子太多材料这个比较比较呃材料有涨价 然后这个人工也涨人就是有经验的装修工人也不好找啊 嗯这个我相信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呃因为因为所有的这个现在做繁星的人包括做就你自己家里出装修 你都都能感觉到现在确实是这个供应链也供应不上对吧 因为好多这个建材相关的东西装修相关的东西是从中国啊或者从其他地方进口的 然后现在美国整个这个港口啊 桌上级那个港 说说前天盖新闻是有多少条船呢 是40条还是50条船50艘船在那个港外停着 因为这个呃就是港口的推动能力不够嘛啊 这个也也挺搞笑的说来说去最后是这个集装箱啊 集装箱的这个运转不灵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就就就不多说了 就现在供应量有问题 所以造造成这个不光是材料价格高啊也经常是买不到货 像我现在我们现在做做的一些东西就像橱柜啊什么的 那都从中国进口的嘛 我们这边当地这几个中国的这种橱柜的商 就我跟他们也有两个关系还不错了 又经常在他们那里拿货啊 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他们的货就在就在海上飘着 就等着等着下港口啊 夏图这边还好一点啊 但是也有这个也有排队的情况啊 就比比以前严重不少 但是比比洛杉矶那边会好一些 啊基本上就是一贵 货这个这个货柜到了到港之后啊 进港人之后就赶紧卡车就就拉到仓库 然后基本上很快就卖掉了啊 就没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库存 就是现在这个供应量比较紧张 嗯 然后这个人工短缺也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啊 包括大家看新闻也知道 美国很多人就就辞职潮嘛 对吧 因为政府一直在发钱啊 那很多人觉得那我 与其去去去工作一个小时 挣个二十二十块钱三十块钱 还不如就待在家里面领政府救急啊 一个一周也能拿好几百块钱 好像这个什么都不用干 挣了也拿了钱也不少 那只还愿意去干活了 啊有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我倒觉得这点不是责了 我觉得啊 最根本的原因啊 我觉得有两点 一点就是说 嗯 只有他们买房买的比较贵啊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这个 嗯 他们这个就是装修的时候 嗯 就不灵活吧 比较比较比较死板 我就这两点我简单说啊 我觉得买贵呢 很很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们会比较依赖这个 AI跟大数据啊 因为大家用Zillow也知道 Zillow有个叫Zestimate嘛 就是Zillow的Estimate 估计那个价格啊 那个价格我个人感觉在 在大 在在很多很多地方就都不准啊 包括在下图也也也不是很准 就就你可能能做一个参考吧 但是具体这个房子 呃 的市场价格 你还是得根据这个 以往呃 以往卖掉的房子的价格 和你这个房子 包括 位置啊 包括一些feature 包括一些什么其他的 各个各个方面条件比较来来判断啊 就Zestimate 就不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准 他肯定是后面有一套算法 但是因为房子本身是一个比较 比较比较复杂的东西嘛 对吧 不是说所有的两千尺的房子 在这一块都卖一个价 那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房子里面装修 新旧程度格局 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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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nace 换了没 ac 换了没 屋顶是什么时候换的 这窗是新的还是旧的 这店是是那种是那种 三四十年代那种铝线 还是说现在的比较新鲜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对吧 这只有你在做房检 你去看房子你才能知道 所以他们那个数据呢 呃 不是说不好哈 给我们也带来很多便利 但是如果是 如果他们做当时做决策的时候 一就完全按照这个 只有自己的那一套 estimate 来确定这房子价格的话 其实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但我知道我了解的情况 就是说这些不光是 包括其他的什么 offer pad 等等等等 啊 他们会 他们也想到这一点 他们就他们有一些 规避风险的这个 呃方法啊 比如说他们不会买那种很老的房子 啊 我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可能 是买80年代或者90年代 或者更新的房子啊 因为新一点的房子 相对来说 比如说水电这一块 基本上你不用动啊 不会说 因为80年代以后 这个电都是线 就是80年代左右用的那些电线 和水管 跟现在用的这个材料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啊 不像说你再找 再找一些用那些什么铸铁管啊 用一些那些铝线啊等等等等啊 那个出问题的概率会高一些 所以他们就通过这些方式来规避一些风险啊 就是房子如果太破了 他们也不会买啊 但是就尽管他们这么做呢 就如果是完全依赖他们那个呃 就AI出来的那些数据 呃就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而且我感觉他们买的时候 就出的价格真的是比较aggressive啊 虽然虽然说Zillow在西雅图 他没有推行这个呃 Zillow offers啊 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挺有意思的 因为因为Zillow总部在这嘛 但他没有在没有在这做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房价 可能稍微高一点还是怎么样啊 他没有自己的考虑吧 他没在这做 但是Redfin有 Redfin那个Redfin Now在这边有 嗯 Redfin过去这一两年 可能在在整个夏图地区 大概买了那有个小1000套房子吧 大几百套应该 呃我我自己去看房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 我是自己去这个就找off market deal啊 不是说不是说在这个网上看一下 这个realtor那种 呃通过realtor来看房子 不是这样的 我是自己去这个找到就有可能卖房的人 直接跟他们谈就逼过了realtor这个环节 而且就是说线下的话 就是知道的人会比较少嘛 竞争会相对少一点 就好几次啊 就今年 这些今年开始 就好几次就碰到了这个 去看房的时候跟这个屋主聊天 就说 就说啊 我比如说这个房子我看好了 我看完了之后 我说这个房子我大概能出40万 他说哎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人抽到43万了 就基本上就是说我这房子我大概 基本上赚到10%到15%的利润啊 比如说这个房子卖50万 我可能至少赚5万 或者理想状态可能赚7万8万 这种这种状况我才会去啊 才会去做 再少了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值得了哈 但他们我感觉就 可能5%甚至更低都都会都会做啊 嗯我我听我听人家讲说Zillow的更aggressive Zillow买的房子通常就是按照市场家买的 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房价的这个啊 就是预期房价增长可能比较乐观嘛啊 因为过去过去这呃 尤其疫情以来这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个房地产确实是有点夸张对吧啊 一级绝尘呃 我看统计数据是去年全美平均呃 大概是20%左右的涨幅就平均房价 房价中位数吧涨幅20% 那现在一些热点地区可能都不止这么多啊 现在夏图呃很多地方可能涨到25%甚至30% 就一年的时间就好像挺夸张的 所以如果如果他们 比如说Zillow他们自己有有 他们有很多数据嘛 比如说看到看到过去一年 这个看到过去一年房子涨了涨价涨了 房价涨了这么多 然后他们在想那我们这房子买了之后 比如说手上装修花几个月时间 那过几个月这房子是不是又涨了5% 对吧他们可能把这个这个都算到里面去了啊 所以他们出价就比较比较高比较aggressive啊 嗯 因为我们常说做反散的人都知道就是就是 尤其做这个繁星这一块就是说 you make money when you buy 就是你买房的时候就决定了你能赚多少钱啊 就是你的钱是那个时候赚的 只不过是当你卖出去之后你才get paid 对吧 you make money when you buy you get paid when you sell 啊如果你买的就很高的话 那其实市场稍微有点什么有点什么波动的话 或者你装修哪一个环节出了些问题的话 那你就很可能会赔钱了对吧 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呃的一个很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也是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规模比较大嘛 你想他两年买了两万将近两万套房子 一年一万套 虽然说分散在很多城市 那你在一个local 比如说在就是像什么什么phoenix xl或者这地方可能都是都是几百套上千套的 这一年啊 他们具体这个团队就是在当地那一个团队有多大 我不是很清楚啊 但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太大 你想他们才2000人 也也不是说把整个这个呃这个offer这个team全裁掉了对吧 呃所以他们就是比如全美国几千人的话 那你分散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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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etropolitan的话 可能也就是几十个人的吧 啊这team也不是那么大 然后然后要做几百套房子的话 他们肯定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 有一套自己的程序啊 比如说尤其是尤其是装修这一款啊 他们就比如说他就就说这个房 这这一类的房子我们怎么怎么做 他就很难做到说这一套房子我们要怎么怎么做 对吧他没有办法呃他就基本上是只能依靠他的一套系统 没有没有办法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我了解到的这个zivooffer的呃不是zivo那个redfin的情况 因为zivo不在这儿啊不在写就在下坨这边没有这个zivooffer的program 啊redfin的我因为一定要过一些嘛 我也跟那些就是跟他们聊过 他们的做法就是这个房子拿进来不管里面什么情况 全都里面全都拆掉地毯地板全都拆掉 厨房卫生间全部拆掉 然后统一用他们这个统一用他们这个那一套东西啊 然后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呃就装修 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很多浪费 因为像像我们自己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话 呃就像我们这种就规模稍微小一点的哈 呃你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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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啊有三套卫生间 有一套人家可能两年前刚刚翻修过对吧 那你就没有必要再把它拆了再重做啊 啊或者是厨房你看一下这个 哎这柜子什么都还可以都还不错啊 都是木头的石木的柜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损坏啊 然后这个样式也还可以 只不过这个台面呢是那种formica的啊 这个比较比较这个档次不够嘛啊 你就换个台面就好了对吧 你换一套厨房可能大几千块钱 你换只换台面的话可能就 三千块钱四千块钱就够了 所以你你就可以节省好几千块钱 有的时候地板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 呃就你可能就refinish一遍就就可以了 不需要整个都换掉 所以说就是我们小规模做的话会有这个优势 就你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你 这个装修的这个程度啊 装修什么东西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像他们如果是完全什么都一刀切的话 就会造成很多很多浪费啊 这是原来这两这两块嘛 一个他们买的又贵 装修的成本又控制不住的话 那想赚钱真的是很难的啊 这是我个人理解就是zelo的问题啊 我我个人了解到他们的问题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也说一下说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啊 啊就是就其实我刚才大概也说了一下 就给大家稍微说梳理一下啊 我觉得就是找三块啊三块 就是既要开源要节流啊 开源就是说你要你要能找到好的地友啊 而不是说不是说你去加价去抢房子 然后修一下就然后再加价去卖 这种市场很好的时候 你可能能赚钱 但是市场稍微有点什么 有点变化 你可能就赚不到钱了 可能要赔钱啊